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乐呼演说家的参赛者 叶明丽 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取自《论语雍业篇》 子华适于其 然子为其母请诉 子曰 语之府 请义曰 语之语 然子语之素无饼 子曰 试之士奇也 诚匪马 依清求 无闻之也 君子周吉 不继父 好 各位 现在让我来向大家讲解这个故事的内容 子华是孔子的弟子 有一次他奉命出使到齐伯旭 他的同门兄弟燃熟之道后 担心子华家中的母亲没有足够的粮食 于是就向孔子征求一些粮食补给 孔子答应了 他先是给了子华的母亲一斧的米粮 燃熟嫌不够 要求孔子再增加一些 这一次孔子就增加到了一鱼 一鱼是多少呢 一鱼就相当于现今的一百公斤 燃熟行李还是先不够 但是他不敢为物为师的意思 于是就自己私下拨出了 五 五饼等一羊 给子华的母亲 这五饼又是多少呢 五饼相当于现今的五千公斤啊 好 各位 或许让我更具体一点的来说明 刚才的情况 也就是说 孔子拨给子华家中的母亲 十包十公斤的白米 十公斤的白米也就是现今最常见的 普通的包装 而燃熟给子华家中的母亲多少呢 五百包十公斤的白米啊 好 各位 这样一比较之下 你们会不会觉得 孔子怎么对自己的弟子那么小气呢 而燃熟拨了五百包十公斤的白米 给子华的母亲 是否合情合理呢 好 各位 让我们先不要那么找下定论 先让我把故事给大家娓娓道来 孔子知道 燃熟私下拨了他的粮食补给后 就把燃熟叫到跟前来 他对燃熟说 子华这一次出使到齐国 乘坐的是肥状的马 而身穿的是轻而薄的皮球 孔子再说了 我曾听说过 一个有道之人 只会帮助那些陷于极难中的人 而不会帮助那些富有的人 让他们富上加富啊 孔子的言下之意 似乎在说 燃熟帮助的子华 是在富上加富 而不是帮助在极难中的子华 这句话怎么说呢 孔子怎么知道子华是属于富有的一群呢 好 我们看回去故事里头 孔子说 子华这一次乘坐的是肥状的马 马而肥状 说明他的饲养条件好 饲养条件好 代表四祖的生活条件也不错 另外 子华身穿的是轻而暖的皮球 皮球轻而暖 代表他的品质好 品质好 价钱自然就高 而也只有那些富有的子弟 才能穿得起这种轻而暖的皮球啊 也就是从这两点 孔子看得出来 子华家境是不错的 就算子华家一时缺粮 他的母亲也一时没有粮食 可是我们也要合理的给 不能没有原则 没有标准的给啊 所以这一次 燃球就算体现了人气之道 因为他关照了朋友家中的母亲 这是合不勤的 但是他却没有掌握好 帮助的尺度 供过于球 这就有为常理了 因此他并没有得到 孔子的充许 从好由此可见 在孔子看来 急是救济的一个重要标准 急是什么意思呢 急就是指一个人 因贫穷或灾难 而陷入于缺米粮 缺衣物 甚至没有安身之地的境地 那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 应该给予金钱或物质上的救济援助 这叫雪中送炭 我们应该帮他们渡过难关 就好比如这一次的疫情 由于经济萧条 由于那个新冠疫情持续了一年多 导致的经济萧条 最近更是进一步升温 许多人民百姓受到了影响 有人被减薪 有人失业 有些商家因为生意 无法承受长期的损失 而被迫关门打击 既然经济来源受到影响 有些人就因此连解决三餐 都成了问题 试问各位 还有什么比解决不了三餐 承受饥饿来得更为迫切呢 这时候在秉持着 疫情无情 人间有爱的理念下 社会人士发起了 派发救援物资的行动 除了社会人士 还有各社团 甚至政府单位 也同样发起了 派送救援物资的行动 善心人士和商家 捐钱的 捐米粮的 捐日用品的 大家都一起来 支持这个行动 想帮助那些 有经济困难的人们 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然而 或许缺乏了周翔的规划 这一次的救援行动 一开始时 还真的出现了乱象 有人天天到食物库去报道 有人一家大小 全人出动 到食物库去排队 等着领着粮食 有人拿了东家 还要拿西家 反正食物库嘛 来者不拒 你们愿给我愿收 这有什么问题呢 结果 这就叫成 有些人的家里 米粮越囤越多 有些人呢 就干脆把这些救援物资 再售卖给商家 趁机捞一笔 换言之 这一次所谓的救济行动 虽然帮助了一部分 那些需要援助的人 却也因为 没有得到妥善的资源分配 而撑保了一些 根本就不需要援助的人 都为难啊 当然 我们并不否认 富人也有急的时候 在他们遭遇急的时候 帮助他们 这也是合于情的呀 不过 在援助的过程中 就必须掌握好 援助的赤度和原则 万万不能 让他们付上家父 再以这一次的救援行动 为比例 我认为 慈善机构或社团 有必要联合起来 制定完善的 作业程序 定下政绩的尊绳 锁定真正需要帮助的 个人或家庭 给予适量 但不过量的物资援助 否则 不但不能彰显人善 还会助长人们的贪念 那我们还谈什么 打造一个公正 连结的社会呢 各位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 君子周极不计负 雪中送炭 应有度 就让我们把我们的善心 和大爱 献给那些 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吧 我的演说到此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